歡迎大家出席今日的記者會 今天台上兩位醫生分別是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醫生 以及醫管局總行政經濟何彥彈醫生 首先請張醫生回報一些情況 我們去到昨晚確診了61宗個案 個案編號是8612至8672 那這61宗個案就是17男44女 年齡是由1歲至18歲 就是有17位在臨時檢測中心找到的個案 那我們那61宗個案就是有一宗是輸入性個案 另外那60宗都是本地的個案 本地個案裏面有19宗是暫時找不到源頭的本地個案 另外那41宗個案就和其他個案相關 其中有6宗個案就是我們昨天說的 初步陽性聯合醫院的群組個案 另外還有一宗是和將軍澳藍田隧道相關的個案 就應該在檢驗中心確診的 另外還有34宗就是和其他個案相關的個案 那在這些個案裏面其中一位個案就是8620 那都是一個在碼頭角那個入境處碼頭角機留中心的個案來的 那它應該是根據現在已有的資料 那它都是一個越南人士 就是11月13號來到香港 那在12月10號就是被警察就是捉到 然後就送了去旺角警署 然後就在14號就送了去青山那個機留中心 就轉了去這個碼頭角的機留中心的 那它在12月15號一進去的時候 就做了一個檢測就是陰性的 那現在第12日就是在12月26號做多一次就是陽性的 那它都有六位人士就跟他同一個就是一間房住的那些就列為密切接觸者 那它整間那個碼頭角那個機留中心呢都會再做一次測試 看看有沒有其他的相關個案的 那另外在樓宇方面呢 我們就在拿完那個榮帥樓呢 我們之前就派了樽的 那就回來的其中一位都是一個初步陽性的個案 那就是現在加上如果初步陽性的確診個案 就應該有四個單位受影響的 其實三個單位都是同一層打對面 就是鄰居來的 那有可能就是出入的時候有機會是見面 或者是大家不是認識大家的 不過可能有機會是有些飛沫各樣的接觸都未定 那另外一個就是在其他的樓層的 那因為都有四個單位 那大家都不是說真的相關的個案 那所以如果這個個案確診之後 應該今晚我猜 那就是明天都會出一個強制檢測的通告了 那順帶一提就是其實近期 食衛局都出了很多強制檢測的公告 那就請大家留意 那因為這些都是一些法例的規定 那市民就應該要遵守的 如果不遵守的話呢 就其實是違法的 那今天報告是這麼多 麻煩你 那請何醫生幫我們結共在醫管局方面 好 大家好 那截至今早九點鐘 在過去二十四小時 醫管局的系統一共情報了六十宗個案 那在過去二十四小時 我們是有三名公立醫院的病人離世 那至今有135名的病人是離世的 那我們有52位確診的病人 那至今我們有七千五百二十六位病人 康復出院 那截至今早上午九點鐘 那有九百一十六位確診的病人 分別在我們二十三間公立醫院 和在亞洲博覽館社區治療設施那裏就診 那其中有五十一位病人情況是危殆 六十五位病人情況是嚴重 那有八百位病人情況是穩定的 那我們負額病床的數目是一千二百四十一張 那個使用量是六十八個百分比 至於我們負額病房的數目是六百八十一間 那個使用量是七十五個百分比 報告到這裏 那現在題文時間了 請大家先舉手 交給你這個委託 那一份文前請介紹一下自己發展的傳遞方 謝謝 謝謝 然後又想問一問 今天榮穗樓驗出的初步陽性個案 其實是否就是三個單位裏面的其中一個單位 你說有三個單位比較靠近的 那是否其中一個單位 可不可以再仔細形容一些 三個單位打對面的意思是 他們的分佈是怎樣可不可以再仔細形容一下 還有今天梁曹偉醫生也提出了一個封閘樓 採雲二村的情況 就說有些污水驗到一些病毒 但那幢樓其實是沒有人確診的 即是未出現確診個案 所以都要做檢測那裏的居密 但其實衛生服務中心不會擔心 其實這些個案在全港的 一些未有確診個案的屋苑都會出現 因為始終現在在社區裏面 也有比較多的急診個案 請解釋 那兩位人士相關的部門 即那個執法部門 都會再調查一下 究竟他們有沒有相關 各樣的事 我們都會跟進 那榮瑞樓的初步陽性個案 就是跟 應該是之前那兩個個案 應該是打對面 那這個個案 應該是黏住其中一個個案 當然這個專家他們現在做的研究 就是不排除那個地方可能會有個案 所以就希望居民去檢測 當然其他的大廈或其他地方 都有機會有這些情況 因為始終我們每一天都有一些新的 不知名的個案 即是未有源頭的個案 這些可能都在不同的大廈上 好 好 前面的位置 香港01 我想問一下 就是採雲村封閘 有說送走了兩個住戶 想問一下 那兩個住戶是 確診了還是怎樣 現在是否都封閘那邊 是否都還沒有確診者 第二就是想問 8620 即那個月蘭的確診者 他剛才有說過他去過旺角警署 那警署有沒有說 警員有接觸過 可能也要檢疫 第三就是想問 今天離世的8540 在聯合體安科的病人 即是本身那個病患 是有些什麼病患 還有今天初步確診的數字 有多少 謝謝 我暫時沒有收到消息 說封宅樓那裏有初步陽性的個案 那你收到的情況是 他在下面那裏有人送了入醫院 是嗎 是否這樣的情況 我不知道 有機會 比如說他有初步陽性 或者是有病症 有機會的 但是我們暫時手上 我自己沒有這個初步陽性的報告 那會不會有些已經 情報了給我們 還未來到我那裏也不明白 今天初步陽性個案 還有40多位 是 關於女病人8540 其實他本身也有一個 末期病患的病症 所以就 氣速入院 然後治理之後 病情惡化 所以離世了 有一個人嗎 暫時沒有的 他們都是單人房 還有都做了一個保護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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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e some questions from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I wanted to ask you how many how many people are currently at the Matokok detention center and exactly how many of you suspect or have been infected by Covid and yeah that's all thank you I'm sorry I don't have the number of detainees in the Matokok detention center but the patient only stay in one room 跟六個捕捉人們一起 六個捕捉人們會認為緊密接觸 將會被放在寒暖 原頭命令個案有沒有一點簡介和詳情呢 另外榮帥樓那個新的初步客廠 想知道它是什麼時候病發和接近 另外第四座就接近 它的樓層雖然不同 但它的座向是接近不接近現在的三座 以及總受影響人數有多少呢 另外豐閘樓那處 今天你們衛生學中心會不會來時察呢 復專家 最後想問一下昨天那個拿卡素護養院 有沒有新的個案 因為昨天我去430的時候 就是一個初步的數字 為什麼會轉回做不明源頭呢 主要是因為有些個案 比如兩婦女、兩夫婦 其實它們相關的 我們記錄了兩個都相關 但其實應該是一個是不相關 就是一個是源頭不明 另外一個是相關 那時候是搜紋之五就記錄錯了 我們再檢查的時候就發現有這些個案 就變回一個源頭不明 就是通常都是一個群組 始終都會有一個就變為源頭不明 那時候就抹漏了 所以就數漏了 那麼榮稅樓那裏就是 十二月到現在就是有四個單位 就是 一、二、三、四 加上初步揚醒的就是七個 但是其中有四個是一個家庭 我就要 我這裡就記錄不到 究竟它是否在檢疫中心確診的 就是很多都是一個家庭 有時就會送到檢疫中心 就是 就先確診的 那它那個另外一個單位 在樓上 但是就是不同的那三個單位 一個號碼 是不同號碼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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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封閘樓的大廈 其實它那個 就是沒有什麼需要是視察的 只不過是因為它那個 污水渠那裏找到一些 病毒 那就 就是懷疑是在那個 封閘樓上面就應該可能有 有居民就受感染 那這個病毒都找到幾天 所以就是 就是想找出 是不是有這些個案 就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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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主婦 有些是做樓面的 有學生 有些沒有工作 有些做地盤 有些是寄工 有些是做售貨那類的 有些人 那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 那些人 通知 所以其實是不視為 符合強制檢測的規定 其實有沒有說 衛生服務中心 為什麼現在 派陽本中 還沒有有這個 陰性結果通知 去發出呢 是否涉及 那些人手的問題呢 最後想問一下 今天各位確診 100歲 即是8622 有些人 100歲 女士 有沒有說 病情是怎樣 謝謝 英國的個案 沒有那麼快 做到一些基因測試 才知道究竟如何分類 我們暫時沒有相關的個案 我們派樽那些 就是應該 上個禮拜開始派的 那些應該是有個 有個編碼那些 那些應該是有報告 有SMS報告的 之前派的那些 就是因為他們 一堆那些 就是我們直接送去我們 發言所的 所以我們就會知道那個報告 那如果他在我們那些報告裡 就是拿了 然後送給我們那些 我們當那時候 他做執行那個法例的時候 我們是把整個名單 就是整個名單 就給了相關的部門 那如果他在那裡 檢查到我們的報告 都是當作有效的 那些報告 那些報告 現在之後那些是有的 因為上個禮拜 一開始我們派的那些 就已經有了 關於8622那位長者 我暫時的情況 直至今早是穩定的 對 你好,立正新聞 想有清楚 剛才說的 聯合醫院的一些環境樣本 可不可以再說一次 究竟哪些環境的樣本 是陽性的 以及可不可以說一說 確診了武肺那些 懷安科病人 可不可以醫治穩定 嚴重危態 來說一說他們現在的狀況 有什麼特別的 現在看到的資料 可以說一說 關於那個環境樣本 其實我們都有做過九套 每一套 我們都會再做六個 我們叫做常會接觸的地方 較早之前 回來的報告 都是呈現陰性的 那今天的報告就是 那個水喉頭 在我們那個病格 是22至26號床 用那個水喉頭 我們就今天報告回來 呈現陽性 那這個就是我們檢測那個 另外就是我手頭上 8377號病人 其實情況就是危殆的 其餘那些病人 暫時我手頭上的報告 就沒有再其他分類了 因為華文科病人 我們理解都是 CLA的那班 其實現在你們 評估會不會他們 可能他們的情況 真的特別嚴重 因為剛剛有一位 好像是國安分 整體這班病人 其實正如你所說 其實他們本身 都是有一些長期疾病 或者其實他們 都是有一些 就是末期的病症 所以整體 他們都是需要多 就是高量照顧 包括有時候 你聽到 其實有些病人 都需要餵食的 但是暫時 我們現在 就是看那個 就是那個 手頭上那個報告 我就 就只有8377 其實情況 就是危態 其餘那個 我就沒有分類 或者我再 之後 再做那個分析 給你們 好嗎 謝謝 謝謝 郭醫生 你有明白 想問張醫生的 採雲村公集樓 其實 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大廈 需要強制檢測之後 政府都會在同一條 屋村或者屋院的 其他座數 或者一些大廈都會 驗污水 其實有沒有說 用什麼準則去決定 要不要去做強制檢測 例如會不會說 那個大廈連續多少天 它出現了一些 驗到一些 污水有陰陽性的樣本 就要去做檢測 還有 除了今早 政府說的 彩雲兒村 培政西村 和麗征花園之外 知不知道有沒有些 流雨近日 也有驗到一些污水 第二條問題 想問CIC 即是青山灣的過案 它的C2價值是幾高的 一先頭都有兩個 曾經在CIC上 肌樓的人士都確診 會不會涉及一些環境傳播 或者是 即原有隱形的傳播 第三條問題 想問何醫生 林徐衛教授 今早有建議 針對醫院的爆發 可能傳染醫護 或者一些病人去做檢測 醫院會不會考慮 謝謝 關於香港大學 和相關武門 做了研究的詳細情況 我都不太清楚 那個CT值我自己也沒有 當然我們也會看回 那兩個居留中心 有沒有其他的情況 當然他們也會做檢測 也有機會 比較大機會 兩個都是在社區感染的 當然我們不會排除任何可能性 所以他們也會做檢測 好 關於仙濤 有一位同事想問 就是那個 十二位病人的情況 我這裡開了一個報告 就是先頭都有提過 就是有一位病人 情況就是危殆 另外有一位病人 就不幸過世 其餘我手上他們暫時 情況都是穩定的 關於第二位記者朋友 就是問我們會不會考慮 就是幫我們的同事 做回那個檢測 那在不同的專家 那個提議 其實我們都有 就是仔細去聆聽 還有去考量的 剛剛在我們 就是私醫 也都有見過記者 也都是講過 我們今早在傳染病 及緊急應變中央委員會 那個特別會議 其實都有 就是覺得是想去探討 幫所有前線的同事 提供定期的檢測 暫時現在我們都有 幫需要的同事 就是譬如他 無論接觸病人的風險 或者他在工作 家居或者社交接觸 他有需要 其實我們都有 透過我們醫院 感染控制組 盡量幫他安排 做回那個測試 但是始終先頭都有提過 如果幫我們所有 前線染護人員做那個檢測 其實都在講 差不多六萬多人 還有如果真的 每兩個星期做一次 我們都會 多一些時間去探討 那個具體的細節 是怎樣去落實的 至於病人 其實我們現在 都有做很多入院的篩查 如果他沒有病症 我們就會入院篩查 如果他真的有上呼吸度感染 其實我們先頭都有提過 就是如果我們第一個檢測 是情形陰性 其實臨床有的需要 我們都會再幫他做檢測 並且其實我們現在 都是在想 最少都是兩天都要幫一些有病症的病人 去做一個測試 希望可以加強到檢測 減少一些隱形的病人出現 如果大家知道 如果聯合醫院 就去過三次治療部 或者2D的病人 其實已經 無論病人 視察 探訪者 或者我們的員工 其實已經入了強制檢測 另外就是我們其他職員 如果真的有需要 其實他接觸我們感染控制組 其實我們都會盡量配合 幫他做那個檢測 至於病人 其實我們始終都是會 臨床那個 如果我們有懷疑 其實我們都會再重複幫他做檢測 謝謝 如果沒有其他提問 今天會否到此接觸 那都齊提 我們都會提醒 我們已關心病復命 原來已來一首官僵復命 此代稱為三中治癒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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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